哈喽大家好,我是妮娅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一款 2022年韩国人气第一的 经商手游 就是由巨商正版授权的 巨商App 商到天下 那这个游戏的宗旨呢 其实就希望我们可以成为 天下第一的富商嘛 这游戏我觉得还算是做得蛮写实的 他帮我们把在现实中 要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元素 都融合在这一款游戏里面了 像是第一个 肯定是要跟非常非常多 不同行业的人做接触 像是钱庄啊,戏院啊,酒楼啊 非常非常多的行业 等着你去跟他们做交际啊 交流,互换一些资源等等的 第二个 你也可以在地方上 创立你自己的商会 可以在商会里面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资源 分享你们的资讯等等的 大家都有钱一起赚 那接着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更有钱更厉害的商人的话呢 那就需要进行跨国的贸易了 这游戏里面呢 也有贸易系统 可以让你出去跟着 五湖四海各方面的商人呢 进行一些交流 甚至你在途中还会解锁一些奇遇哦 那如果你要出去贸易的话呢 你就会需要一些人 帮你出去交易啊 所以呢 这游戏里面呢 有这个傭兵的系统 你可以招募一些傭兵去帮你打杂 或者是帮你贸易 或者是帮你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这游戏呢 真的算是做的蛮周到的啦 还有还有啊 这游戏有一个超厉害的特点 就是赚钱真的有够快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游戏画面 我一秒钟可以赚进两亿元 我一秒钟竟然可以赚到两亿元 真的超夸张的 我这辈子能不能赚到两亿元 我都不知道了 人家说什么 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我可是一秒钟两亿元上下的负伤啊 真的是太扯了 那如果在你的事业已经如日登天 然后做得非常的好之后呢 你的幸福也就非常的重要了 就是美人系统 你可以传唤非常多的美人 来当做你的老婆 然后你只要跟他培养一下亲密度之后呢 你们还可以生下你们的子嗣 让你儿孙满堂 过着快乐幸福的人生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从选角开始 这游戏里面呢 总共分为五个地狱 分别是中原 福尔摩沙 本周 陶险半岛 还有最后是西域 那在这五个地狱里面呢 也会有不同的代表人物 跟他的性格 像是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中原 他就是太极拳的继承人 为复仇而投入商圈 我蛮喜欢的 主要是因为他穿旗袍 我觉得好美哦 那第二个呢 看到的是福尔摩沙 他是首富王室家族的长男 梦想成为伟大的商人 他是从小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然后他就是想要成为为家族争光的那个人 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人 他像是一个花美男的概念 接着呢 我们看到的是本周 哇塞 哇本周这个角色长得非常之中二 但是 我喜欢 中二但是很帅 地方领主的家成出生 领主没落就离家进入商界 哦我相信他应该是以前可能像是一个佣兵啦 啊不过民主可能家到中落就没了 然后他就自己出来当商人 好帅哦 我喜欢 就喜欢中二的那种 好那接着呢 我们看到是朝鲜半岛也是蛮漂亮的哦 出生于天安的客栈 精通物资和商法 我觉得这个女生看起来很像一个侠女 我超喜欢这种女生的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幻想 哪有一天呢 到了这种世界的话呢 肯定是要成为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女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女生 然后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西域 天竺王室的继承者梦想成为伟大的商人 我觉得西域跟福尔摩沙的两个人设算是比较像一点点 就他也是王室的继承人 所以他可能觉得身负重任 所以呢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商人 才可以把西域发扬光大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五个人物里面呢 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朝鲜半岛这个 希望我有照一日可以成为这样的侠女 好那这我们介绍完角色之后呢 马上就要来跟大家报好康咯 现在只要在商店预约的话呢 就送 登登登登 稀有的真品台湾黑熊啊 身为一个台湾人呢 肯定要对台湾黑熊有一些印象的吧 而且这个美术图做的超漂亮的 直接把我们的台湾黑熊画的帅气无比 还加上了盔甲 简直是帅到不能再帅啦 那如果你是手机预约的朋友呢 也是送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的纸品 冰狼西施登登登登 这个冰狼西施长的真的是超有气质的 而且穿这个旗袍简直 超想把它带回家的 好那这跟大家报完好康之后呢 现在就要来教大家看看这个游戏里面的内容 还有教大家怎么快速的赚钱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钱装 其实呢你只要按它一下 马上就会有钱给掉下来 超夸张的 你就这样这么简单 就可以轻松的赚钱 好爽喔 看我的钱 在这游戏里面赚钱这么容易 我只要点点手指头 我就可以赚那么多钱 超开心的 你看我现在随便这样子赚 那个钱就是这样一直跳 跳很快跳很快 你看一直跳 11.61 变11.162 其实赚钱赚超快的 而且它挂机的效益呢也超快的 但是游戏里面赚钱真的是非常的快啊 那除了刚刚那样子手动去赚金钱之外啊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对贸易嘛 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所以我们点贸易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 这就是呢我们的佣兵 然后他会帮着我们出去赚钱 去跟别的国进行交易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一下贸易 然后他就直接帮你 哎呦好可爱 所以在贸易当中呢 你不但可以获得一些钱币之外呢 你还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物资 又或者是你会在这中间呢 遇到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事件 我们来继续试试看 继续继续加油 这个呢就是触发了我们的奇遇 我们的发小王二狗 我们的发小叫王二狗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奇遇啊 触发了第二个奇遇 家里的熊孩子闹脾气不愿意读书 愁得你无计可思 所以你决定派出傭兵帮你管教孩子 你看我觉得他的奇遇 其实有非常多好的坏的 会让你真的会心一笑 他就是那么的真实 未来有小孩我相信 一定会遇到这种问题 那我们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就决定派出傭兵 来帮我们管教一下 我们的熊孩子 孔明呢 孔明最适合了吧 第二个呢我们来一个 西山大师好了 应该会叫他打坐念经吧 用兵脾气火爆 孩子不听管教被傭兵一顿暴揍 原来咱们的西山大师 跟孔明也不是浪德虚名 说的没用就用揍的 其实呢这个贸易呢不能成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傭兵系统 可以看到现在中间有个傭兵 转速目前是4410万 那如果我们可以再招募更多的傭兵的话呢 这个转速也会越来越高 这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傭兵 在这个游戏世界观里面啊 总共会有五个地域 那在这五个地域里面呢 都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傭兵 可以代替你去出征 去帮你做一些交易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一下 那看了这么多傭兵 我的眼光都还是在妹子上面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 飞飞刹那好了 好美 那像这个傭兵呢 他就是西域的傭兵 他会告诉你他是哪一个地区的 那还有等级跟资质等等的 除了可以帮你出去贸易 他还有一些很大的功用呢 就是他的技能 他可以帮你增加一些店铺的收益啊 或是店铺的效率等等的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另外呢他还有天赋哦 每个傭兵都有不同的天赋 像这个呢他就告诉你说 如果我们商战 我们的这个赚钱可以加5% 傭兵也是这个游戏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可以让我们的傭兵 转速变得更快 那就是幻兽系统 点开幻兽系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 长得超级帅气的幻兽 像是混沌啊 饕贴啊 穷奇啊 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风上面 很常会看到的一些神兽 那也有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像是熊猫 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 又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幻兽 那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只要呢你到商店预约的话呢 还会送台湾本土的台湾黑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赶快去商店预约 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 肯定是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马上来为大家介绍美人系统 那点进美人系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超级多超漂亮的美人 太漂亮了吧 因为有非常多不同的地域 它就会有各种不同风格的美人 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阿德胡瑞 你爱我吗 我爱你 哦我觉得这里面美人每个都长得超漂亮 搭配飘逸的长发 光是想到他跳舞的样子 我就觉得非常的漂亮 其实美人呢 他也是有技能的哦 我们点开技能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以帮助我们店铺的营收 增加可能几%之类的 他就可以让你自己去选择 你要增加哪一个地域的营收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美名 美名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从俗女晋升成财女 那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晋升 有点像是培养他 从一个可能素人 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花魁的那种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宠信这边 有优惠跟更衣两个选项 那优惠呢 就是我们跟他优惠一下之后呢 如果指示没有满 我们就可以伸出一个指示 那接着看到更衣的部分更厉害了 只要我们的指示没有满呢 我们就可以伸出一对 双胞胎 马上来宠信一下马德胡瑞吧 更衣 哇好美喔 呵呵 更爱你了 然后呢我们刚刚说 只要是更衣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双胞胎 那伸出双胞胎之后 你也可以培养你的指示 看起来呢 应该两个都是女生 点他呢 你就可以看到培养的方式 你可以送他去学堂啊 又或者是让他去应天学府 又或者是呢 民事勤手 那这个呢都是有不一样的等级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培养你的小孩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人系统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包括你可以一直拼命的跟你喜欢的美人生小孩 还要再跟大家再提醒一次 只要呢你是手机预约的话呢 还会送你一个美人哦 就是我们的冰狼西斯 超级漂亮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介绍这个游戏里面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系统 就是商战系统 一般来说大家玩手游的时候 是不是如果遇到一些英雄啊 我们就是把他排上阵 然后去用武器啊 或者是技能啊 去打爆对方 但这个游戏呢可厉害了 毕竟呢它可是一个经商的游戏啊 这游戏的战斗模式呢 也是用钱去做这个战斗的 你是跟对方去比说 诶谁赚钱的速度比较快 是不是超符合这个游戏的宗旨的 有些大伤还蛮厉害的哦 击败门前大桥下65人 诶击败这样人蛮多的耶 挑战一个简单的外乡人可以吧 来吧我们试试看 上去吧上去吧 好我们现在这样放了 六支 然后他目前的总转数是155 这也很可爱 他的战斗方式呢 不是看战斗力 而是看我们的赚钱的速度 好我们来吧 出战 来你看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我们的转数 然后去消耗对面的战数 然后看看呢 这样子比下来之后呢 谁可以赚的比较多 我们的转数很猛啊 他的攻击 是打元宝在砸人的 厉害了吧 哇我们获得了16连胜啊 我们到时候也会获得这个商战 比我们可以在商战的这个商店中兑换一些 我们想要的道具 厉害了吧 我们其实还是蛮会赚钱的嘛 感觉我们离这个成功商人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另外呢 现在也有一个期间限定的7日目标活动 只要你每天呢 都去完成指定的目标呢 你就可以获得积分 然后这些积分呢 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呢 你就可以兑换超棒的奖励 像是80积分呢 就可以获得美人骑士 接着呢还有180积分呢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特殊的鸡蛋宅小贩 那其实180积分呢也超简单的 你只要完成大概两天的目标任务呢 就可以获得了哦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划算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做这个活动哦 最后呢 游戏里面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活动 也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是这个许愿神灯呢 今天就是要来大展身手 看看是不是欧洲公主的时候了 这个许愿神灯呢 就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像是你看现在可以飘在上面的 有这个人参啊 有这个钱庄设计图啊 又或者是有这个招募帖的碎片等等的 那接下来呢 你就去抽 看你有没有办法抽到里面你想要的东西 基本上这边东西 我觉得都算是蛮好的啦 那我们来看看想要抽个什么好吧 诶这个招募帖好像不错诶 许愿神灯中对话美人跟佣兵 还可以有佣兵精进 哦 征兽宝箱 诶 我觉得这个不错哦 我觉得我的美人算是蛮多的 傭兵也算是蛮多的 不如我们就选这个吧 他在黑市上可以获得宝箱打开 可以随机获得一支优品或是到极品的征兽 就是他了 我们来试试熟气哦 先来一个十连抽 神灯啊神灯 神灯啊神灯 神灯 没有 没有 但刚刚我获得一个招募帖啦 是还不错哦 可是我想要的是 宝箱 宝箱 再一次 求求你神灯 我要征兽我要征兽 我要征兽 没有 悠尔她给了我一个 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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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难 拜托拜托拜托 我要宝箱 这是宝箱吗 抽到我了 好爽啊 可以去对话我们的征兽了 赞啦 那我们今天的试玩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我个人觉得啊 巨商M真的是一款非常棒的经商游戏 它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呢 都follow在 怎么样可以让你成功的成为一个巨商 怎么样教你赚钱 然后赚了钱之后呢 要把这些钱用到哪些地方 让你继续钱滚钱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游戏 那接着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它也不用你耗费非常多的心力 一直去盯着它啊 它也是简单的让你这样放置之后呢 你也可以一样获得非常多的金钱 然后成为一个富商 我真的觉得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的棒 有内容 然后又简单 好上手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二年二二第一 金商手游 巨商M双道天下 双平台开放预约啦 现在下台就送了 限定美人 冰狼西斯 我是妮雅 快跟我一起组建商会 成为天下第一商吧 巨商M 商道天下 立即预约 成为天下第一商 云礼